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从这个观察里面我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 就从这个鳖的这个喂食的过程 竟然是能够说把这个海鱼 这个炸鱼大大小小的鱼 能够说这样一次浸料 将近一千多公斤 然后再准备代料 每一次就是早上就打成粉碎以后 来喂这个甲鱼 那它的营养成分几乎是全部都包了 它的所有的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全部都有 那还有更讶异的是说 我们这美农 这个自然资源相当好 养殖场附近就种了这么多番薯 连番薯叶都可以打成这个味料 让甲鱼吃 所以我们在现在的人的养生观念来看 如果说我们吃的来源 是属于有机的 是属于没有污染的 然后是全方位的营养素的话 我想这些成品 这个来做成药膳食膳来讲 那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人间美食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另外我中午更有一个很好的第一次的心得 我们在美农的餐厅 它特别煮了一道憋卵 那这个憋卵它相当的质地 相当的可口 那么久煮了不辣 不会说硬化 那么它的口感相当的好 那我想到说 一般的这种鸡蛋啊 这些可能吃一天吃一颗以上啊 这个我们胆固醇可能就会增加 那么我们真的从 在文献上面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甲鱼卵 它第一个 它是不饱和的脂肪酸 像一些 Omega 3 那个部分来讲 也是一个相当好的 一个这个脂肪酸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循环系统 会有非常多的帮助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参观 谢谢 陈博士 我国最古老的本草书 介绍了BA的十多种功能 请用现代医学的观点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功能 好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因为我们这边 本草书上 我在这边整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本草书说 BA的主要功能 有这么多项 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遍 第一个 它是怎么样 可以补虚劳 也就是我们如果人体觉得 生理 或者是心理上面 感觉到非常的疲惫 消耗的 这个很好气的时候 那么我们用这个 鱼 所谓甲鱼 来做调理的话 那么我们的身体 马上就恢复了 那么甚至于说 在意气的功能方面 它可以增强气力 我们从生态上来看 这个甲鱼 它都能够在水里面 潜伏18个小时 而不换气 然后 它的一个 我们讲说要练龟席大法 怎么样 它的那种循环 非常的好 所以以这个生态的部分来讲 我们来做这个食材养生 那鱼是最好的 一个增强气力的食材 另外它能够去血热 它的功能能够散发 雪中多余的热源 那么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我们的血液流速快的话 我们的体质怎么样 就带酸性的 而且呢 很容易怎么样 耗氧 我们都一直在讲说 我们怎么样抗氧化 怎么样抗衰老 怎么样抗防癌 那这个部分呢 是最重要的是 因为它的 它的一个性质 是属于寒的 肝寒的 所以呢 我们在中医里面讲说 在治疗热症来讲 热者寒之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鳖来讲 我们是如何 最大的功能呢 它能够在预防医学里面 占着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预防这个炎症的发生 那么在伤寒中风 属于怎么样 你很容易 一般的人 一生之中 不要感冒是很难的 但是呢 你要感冒很多的并发症的 那么我们会感冒就怎么样 你不能适应自然的环境 才会伤寒中风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鳖的这个生态里面 它能够在自然界里面 能够存活将近七亿年 那么它在冰河时期都度过了 那我们今天看到美农这个中华别 它到冬天的时候 它就能够冬眠 它能够怎么样 把这个食 不用进食 都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呢 它有相当强韧的生命力 它能够适应自然 那我们人类 如果说常常去食用这个甲鱼的这个材料来讲 我们当然能够适应这个环境 而不会轻而易己的 一下子就伤风 一下子就中风 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补阴的功能 我们讲到说补阴啊 就是我们的体内的血液啊 或是内脏啊 尤其是肝肾 肝肾肌能不全的人 像我们上了年纪 超过35岁 肾气就退化了 那么现在来讲 肝和肾是我们全身怎么样 这个解毒 排毒的重要的脏器 那解毒 排毒 我们现在的这个毒素来源太多了 我们的肝脏的负担太大了 那所以呢 它肌能上面呢 它会产生了 这个退化的现象 那我们用甲鱼 那么它的一个功能性里面 它本来就是可以入肝肾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 龟筋入位就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面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我们在这边的一个 整个的重要文献啊 中华鳖 它的腺位龟筋的地方 你看它经过的入筋 都是属于肝肾 皮肝肾这个地方 从鳖甲 疯肉 这个疯胶 疯血 疯头 疯胆 疯卵 疯的脂肪 几乎都是会入肝肾的 那入肝肾来讲就是怎么样 让你的第一个肝的解毒功能 能够加强 能够加强 那么第二个肾呢 和生殖有关的 你的再生 细胞的再生功能 会加强 那么另外就是说 在血痂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来讲是 父女最常用最常会怎么样 每个月都有生理期的现象 你产生了这个腰痛 腰的背脊痛 你可能肾脏 是不是有发炎的现象 肾小球啊 发炎啊 或者是说 生理期不顺 产生了不孕症 那么我们看到 鳖的生态 它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升职能力的 那么它一个 母的鳖啊 它受精一次 几乎是可以怎么样 整年排卵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来讲 可以解决不孕症的困扰 可以解决 生理期 一个月28天的周期 能够循环的很好 那么另外呢 像这些骨症 脑热 体内 到了内部 产生了这个结合性的炎症 这些都是发炎的现象 那我们用这种 憋着这种肝寒的性质 来解决 这个我们脑热的现象 自然这种骨症的现象就解决了 甚至于在于 生理上面 现在的人很多怎么样 脾症 所谓脾症就是什么 忧郁症 现在的人的压力太多 干扰数太多 为什么心情会郁闷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营养素偏湿了 那我们从现代的因理来看 我们的这个鳖 它的所有的全身的含量里面 它的微量元素里面 有一个叫做铁 你缺铁了 就会有忧郁症 那么缺的维生素 也会有忧郁症 缺钙也会有忧郁症 那我们在整个的憋甲里面 或者是憋肉里面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的一个铁 钙这些东西 能够怎么样 调整我们的 整个身体的一个机能 所以能够治疗心情郁闷 它的功效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就是 属于心情上面 或者是神经上面的功能的障碍 我们古书讲说肾肌 肾肌的部分是属于 削施底底症 那么这些症状其实呢 和我们的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很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若说能够调理到 我们的这个肾的一个功能来讲 这些情况自然就能够舒缓 另外呢 讲到这个旋 屁的部分 旋就像弓箭的旋一样 绷得紧紧的 你每天的压力很大 造成你的怎么样 僵直性脊椎炎啊 或者腰酸背痛啊 这些都是怎么样 和这个旋屁管 所以呢我们在憋甲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它从它的肉质 从它的一个体态里面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它和我们的身体的机能里面 来调整我们的中枢神经 让我们的膀胱筋呢 很容易舒缓 那另外一个看到长庸 这个长庸的骨子 其实它是讲说是 蓝尾炎等腹部化膿性的疾病 它在哪个地方呢 就在我们的右下腹 属于蓝尾到囊肠 到生结肠这个地方 所以在结肠的部分 我们一直在讲说 体内环保 那我们在大肠里面 如果说不要有积聚的话 就不会产生很多的息肉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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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肠癌 那么我们在憋甲的部分 古书就有记载到这边 所以在腹部的发炎 的预防 治疗都非常的有效 另外一个就是 增加这个字 这个是古字 所以它治疗 这个腹部 移动性及 非移动性的肿瘤 其实像我们的子宫肌瘤 这个卵巢的发炎 这些都是算是 属于这种增加的现象 所以你在下腹痛 或者是有一些 良性恶性的 这些肿瘤 你要去预防它 甚至于说 要去调整它的话 如果我们常常 来用这个鳖 也就是甲鱼 来作为一个 食疗养生的话 我想这个功能 是非常的好 我希望说在临床上 我们好好的去运用它 这是我大概这个解释 谢谢 谢谢陈博士 这么详尽的帮我们介绍 甲鱼的功效 那针对我们广大的 女性朋友 应该如何运用甲鱼产品 来做身体的保健呢 这个妇女的朋友 其实我们在 妇女的一生 和肾的这个 这个成长 都很有关系 你看青春期 我们女性的第二个象征 皮下脂肪要增加 体态要优美 保持美好的身段 皮肤要光泽 你看看 从甲鱼的一生 就可以看得到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解释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甲鱼的部分 它本身的这个甲鱼的脂肪 它是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 那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 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良性的食材 那么另外这个女性 最受到干扰的是什么 那甲鱼的壳是带绿色的 它是入肝筋的 入肝筋的 如果说你的肝筋湿热 现在的人都晚睡 妇女晚睡 那湿热的时候第一个受害就是什么 肝胆湿热 肝胆湿热流住下胶的时候呢 就造成这个肝胆病 脸色就要黄 眼白眼睛就不灵活了 眼白会淡黄色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甲鱼的食杉里面 第一个在美容养生也很有效 那么女性在生产过后 她也要相当多的这些 这个身体的一个补充的能量 所以她也可以调理 尤其她的性质是肝寒的 不会太过于怎么样 热 你说说用热补反而 以亚热带地区反而不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非常的好用 尤其在妇女的更年期障碍 我们刚才讲的 更年期障碍的脸潮红 心情郁闷 不爽朗 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这个甲鱼 就是一个最好的 我们甲就是第一等的鱼 能够调理我们身体 肝肾的功能 这是我简单的介绍 谢谢 甲鱼对我们人体有这么多的好处 陈博士 那由于现代人生活忙碌 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 帮助我们常常使用甲鱼呢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那当然甲鱼在学术文献讲到那么多 它能够有相当丰富的维生素 蛋白质 微量元素 还有一些我们对人体的氨基酸 还有一些我们对人体的氨基酸 能够 攜带我们体内的毒素 那么我们若是要天天在食材上面来调理 大家以现代人的生活太忙碌了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面呢 实际上呢 深入科技这么的进步 我们可以慎选啊 这个优良优质的甲鱼的产品 包括甲鱼卵啊 甲鱼的全身的营养素做成的 那么这些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来源很重要 是不是它喂料 有没有加上抗生素啦 人工的饲料啦 这些 若是是天然的饲料 那就非常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它的过程里面 也没有受到污染 你若在过程里面受到污染了 可能吃了以后也是会有副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以甲鱼的 一个全身都可以入药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慎选 优质的生物科技的公司 所生产的产品 那才能够真正的 来帮助我们身体 能够延连益受 青春永驻 今天非常感谢陈博士 接受我们的专访 陈博士谢谢 非常谢谢今天的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